要说清朝最憋屈的皇帝 那绝对是雍正 仅仅在位十三年 却被后世骂了几百年 说他侍父 逼母 杀地 篡位 去酒 好色 是个不折不扣的暴君 但如果你翻看一下他的政绩 你会发现雍正真的很难黑 凡夫畅连 整顿励志 税制改革 清理国库 这些事但凡做成一戒 都能算得上是明君 而雍正全做了 人人都说康乾盛世 然而大多数人不知道的是 雍正才是康乾盛世的最大贡献者 我们只用一个数据 就能说明这个问题 那就是国库存银 康熙退位的时候 国库存银约为八百万两白银 雍正退位的时候 国库存银高达六千万 而到了乾隆退位时 这个数字又缩回了一千九百万 为了弥补乾隆的花销 嘉庆道光两届皇帝结一缩时 总算把国库的钱又攒到了三千三百万 结果一个鸦片战争 又把国库炸回到了最初的起点 八百万 然而到了咸丰年间 国库里只剩下了十一点八万 现金流还不如民间的一个富商 慈禧时期就更不用说了 国家财政早已是入不敷出 要靠着外国银行贷款过日子 大清的财政数据 就是一部王朝的兴衰石 财政就是国家之根本 雍正仅用十三年 就把国库存银翻了八倍 所以在搞钱方面 如果说雍正是第二 那就没人敢认第一 那么雍正的钱都是从哪里来的呢 历代皇帝搞钱 都喜欢从百姓身上割韭菜 而雍正却恰恰相反 他专门拿士绅贵族开刀 把知识分子和大地主阶级都得罪光了 以现代人的眼光看 他简直就是共产主义战士 然而士绅阶级 偏偏又是最有话语权的群体 他们用笔杆子对雍正 进行了无休止的抹黑和造谣 所以雍正的形象一度都很负面 直到1999年 一部影视剧的问世 才让大众了解了雍正不为人知的另一面 他就是雍正王朝 这部剧在当年的红遍大江南北 给央视赚了一个亿的广告费不说 还席卷了整个海外华人圈 在台湾创下了重播次数最多的内地电视剧记录 雍正王朝的火 不光是因为他较为客观的反映了九死夺嫡的真实场景和雍正的真实性格 还因为剧中绝妙的权术博弈 让他成为了中国人的职场教科书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本剧的编剧是刘和平 艺术总监是张黎 两人因为这部剧结缘 后面又合作出了另一部神剧 大明王朝1566 所以你会在这部剧中发现很多大明王朝的影子 雍正王朝的故事大致分为上下两部 前半部讲的是九死夺嫡 后半部讲的是雍正上位后的改革之路 我个人更喜欢前者 这段故事开始于康熙46年 这是康熙最焦虑的时刻 黄河暴涨 十几道合敌绝口 上百万灾民流离失所 他连夜召集公司高层商议对策 而此时 他的法定继承人太子应仁 还在忙着跟自己的小妈郑春华开会 激情过后 他低调地溜进会场 然而却被康熙当场抓包 刚给亲爹戴完绿帽的他明显有点慌 真是听君一席话 盛听一席话 怎么救灾 怎么修河堤 这 黄阿玛 英明律转 自由主张 康熙无语了 尼玛 不愧是赵真吉转世 踢皮球的功力不减当年 朕是有主张 朕现在问的是你有什么主张 老九老师看着太子被怼 脸上已经憋不住笑了 俗话说 太子一出丑 老八就出手 八个立马跳出来 猛拍康熙彩虹屁 他说 黄河泛滥是历朝历代都会出现的事 可自从华马您登基以来 黄河已经有三十年没出过市了 所以您已经很优秀了 这次黄河泛滥纯属天灾 不顺您的责任 内疚自责就大可不必了 老八这番话虽然并没有实用价值 但是哄得康熙很舒服 然而下一秒 他就被十三阿哥打脸 大哥 你不要忘了 康熙四十三年 黄河也发了一次打水 老八脸上一阵尴尬 但还是强行晚尊说 那次水灾是地方政府为了多捞钱 故意夸大灾情 实际也就那样 同理可得 这次的灾情也不严重 然后他又给出了解决方案 当务之急 无非是钱两两项 第一 应该立刻降止灾区临近省份 命他们即刻调粮运往灾区 第二 立刻降止户部 从国库拨出银两 抢修合工 聊聊几句就把问题化解了 然而 老八逼还没装完 就被老四打断了 儿臣应真有话沉奏 康熙问他怎么才到 老四说 我刚刚去户部查了国库存银 并且清点了灾区临近树上的存粮 老四这不操作 简直是把太子和老八 按在地上摩擦 他不仅已经想到了老八的方案 还抢先一步 做了数据调研 然而 老四却突然跳出来说 老四说的没错 老四这个操作 确实犯了职场大忌 明明不是你的业务 你却抢着做 并且做的还比人家好 这不就是抢活吗 否则现在 老四就是大家都讨厌的职场卷王 然而你看老四是怎么回应的 康熙听完不仅没有责罚老四 反倒颇为满意 为什么 因为康熙是老板 下面的人越卷 对老板就越有利 业务属于谁 老板不在乎 谁行谁上 才是王道 大家可以查下张一鸣给字节跳动钉的企业价值观 中间有一条叫不设边界 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这句话 让字节跳动成为了中国发展最快的互联网公司 没有之一 接着 老四把调研结果做了个汇报 数据结论可以说对老爸非常不利 据儿臣所查 临近省份已无良可调 户部也几乎无款可拨 现在户部能拨出的库银 已不足五十万两 又要震灾 又要修低 杯水车薪 至少缺银两百万两以上 说完 竟然还递上了提前做好的数据报表 康熙看完后气炸了 对着老爸破口大骂 公司财务亏空 你这个财务部长 不了解状况也就算了 还让我从账户拿钱 拿你妹啊 老爸连忙低头认罪 这时 老四才优雅的拿出自己的解决方案 康熙说的没错 无论是洪水地震还是疫情 这都是天灾 天灾不可避免 也无需追责 但如果因为政府对后续处理问题不当 而导致更加严重的后果 那这场灾难就是纯纯的人祸 所以天灾就是检验政府执政能力的一面镜子 如果过不了这一关 那天灾往往会成为政府垮台的导火索 所以康熙才会说 如果我们不能好好感知天意 这水明天淹的就会是这座紫禁城 好了 到这里 雍正王朝的第一场戏就结束了 短短几分钟 就把几位阿哥的性格展现得灵敏尽致 太子草包一个 心里惦记得只有老爹的女人 老四是个实干家 但是性格刚直 太容易得罪人 老八性格倒是圆滑 口碑很好 只可惜不干实事 老十三性格耿直 只要看不惯就当面怼 至于老九老十 那就是在一旁煽风点火的气氛组 除了展现人物性格 这场戏还交代了一个重要的历史背景 这个背景和走向共和 大明王朝都有着惊人的相似 那就是缺钱 那么问题来了 康熙作为千古一帝 既不修仙也不修园子 为什么国库还是没钱呢 核心问题出在税制上 康熙和家境遇到的问题是一样的 都是因为贵族和当官的不用纳税 导致他们疯狂兼并土地 能收税的土地越来越少 财政收入肯定就越来越低 其次是腐败问题 这个跟领导人的性格有关 康熙爱惜名声 不愿得罪人 喜欢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导致利益制松散 官员腐败问题极其严重 一个税制 一个腐败 这两个问题 就是横在康熙面前的两座大山 但很显然 他并不打算迈过去 他的解决方式 是把问题留给后人 而接下来发生的事 就是在告诉我们 为什么康熙会选择老四 以及为什么能解决问题的人 只有老四 作为大清第一卷王 老四前脚刚在康熙面前 惊艳亮相 后脚就去找太子 想拿下江南镇灾这个项目 结果太子没给他好脸色看 太子就是那种典型的小心眼领导 自己没能力 还不允许下手出风头 老四明白 太子是在阴阳他 急忙解释说 二哥 我到户部清插账底 本位来给您提个醒 没想到遇到那档口 箭在悬上不得不发嘛 我可不是为了邀功啊 太子继续试探他 你是不是想去江南筹款赈灾啊 二哥 您说 这差事我去还是不去啊 注意看老四的表情 满脸的天真单纯 就差把老四人三个字 纹在脸上了 然而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 老四人绝对当不好一个皇帝 老四是在半猪吃老虎 不只说想去 而是先问领导意见 既喜向了自己抢风头的嫌疑 也给足了领导面子 而太子的回答 也在老四的意料之中 没把我叫鹏去 二百万银子你向谁要 就算筹到了 还不得得罪一大帮人 老四 怎么说 你也是我的人 差事要反杂了 我怎么保你 太子说的没错 江南那是老八老九的地盘 有权有钱的 全是八爷党 他们上下一心 铁板一块 如果老四过去震灾 那绝对是一个字都抠不出来 你老四不要命可以 但别连累老子啊 老四丝毫不慌 既然你跟我奖励一笔 那我就跟你上价值 千里则骨百万灾民 直接关系到咱大清的江山社稷 身为皇子 陈地愿为皇妈分忧 为太子分牢 狗力社稷 我跟皇妈说起 就这样 老四成功拿下江南镇灾项目 江南的官员们得到消息后 早早摆好仪仗队等待钦差到来 然而 他们没料到的是 不走寻常路的老四 此刻竟一袭变异 出现在了灾区 身边陪同他的是武功了得的十三爷 他是老四的头号迷地 兼贴身保镖 在来时的路上 他们遇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年庚瑶 据中年庚瑶的身份 是从老四府里走出来的褒衣奴才 此时在杭州担任参将 虽然已经官居三品 但架不住他野心大 一心想去中央发展 他出现在这的目的 就是为了在四爷面前露个脸 让老四把他调回北京 老四很惊讶 你怎么知道我会走这条路 年庚瑶说 奴才跟着四爷这么多年了 能不知道主子的心思吗 我了定啊 主子肯定是从黄范区 这条道来 微服捡从 所以奴才也没穿官服 带着两个人 在这里耗了您两天了 年庚瑶的话有两个重点 第一 他为了这嗓欲 特地研究了主子的行事风格 第二 他为了等四爷 已经在这里 没日没夜苦手了两天 这智商 这毅力 都在告诉我们 年庚瑶绝非一般人物 年庚瑶的忠心 让老四十分受用 他说 古人说 衣不如亲 人不如故啊 这故 说的就是自己人 同样的台词 在大明王朝里也出现过 是嘉靖 在徐仙面前夸奖言松 俗话说 衣不如心 人不如故 可在镇这儿啊 人也是救的好 衣也是救的好 衣服穿救了他贴身 人用救了他贴心 两位帝王可谓是臭味相投 说喜欢旧衣服的是他们 最后把旧衣服烧掉的 也是他们 老十三一下看出了 年庚瑶的小心思 他调侃道 好你个奴才啊 你跟猴一样 真会顺杆爬呀 是不是想跟我们回京城啊 年庚瑶害羞的说 成所悦也 不敢轻耳 朋友们 绝妙的话术又增加了 如果以后再有人问你 想不想要 不要说想 要说成所愿也 不敢轻耳 只要八个字 就把那种既想要又坚持 既直接又委婉的感情 精准拿捏到了 这样的下属谁不喜欢呢 老四许诺年庚瑶 只要你能帮我干好这一票 啥事都好商量 就这样 史上最励志打工人年庚瑶 迈出了他走向权力巅峰的 第一步 老四一行三人 深入灾区腹地 眼前的画面令人触目惊心 饿瓢满道 尸行遍野 有钱的还可以给家人买口棺材 没钱的只能将尸体投入火堆 就地焚烧 这个女孩叫小翠 她为了给爹爹买口棺材 不惜把自己卖给了人贩子 像她这样的少女 还有十几个 两个小乞丐 为了救出女孩和人贩子 大打出手 结果却反被暴揍 周围的灾民都只能站在一旁围观 幸亏年庚瑶及时出手 才救下了小乞丐的命 人贩子看眼前男人衣着不凡 不敢贸然出手 于是他便爆出了幕后买家 想吓退年耕摇 老四一脸不可思议 车名作为扬州最大的父母官 对三民不闻不问也就算了 竟然还逼梁为娼去贿赂同僚 人贩子见老四不敢相信 就更嚣张了 有种的随我到扬州府衙门 哎 早一趟 不错 我正要去扬州府衙门 人贩子死都想不到 自己已经在不知不觉中 沦为了老四的棋子 临走前 老四还顺带收编了两个小乞丐 作为日后跑腿打探消息的马仔 还给他们赐了名字 一个叫高福 另一个叫李卫 与此同时 以仁不安为首的扬州官员 在烈日下晒冒了烟 结果下属却跑过来 说钦差已经在衙门等着了 仁不安新了一颗灯 意识到这个老四有点东西 于是赶紧带领兄弟们 回去拍老四的马屁 认为四贝勒爷和十三贝子 孝老 没想到老四很不给面子 这话我不爱听 什么为我们孝老 你们做的是朝廷的官 心里只能有朝廷 而不应叛元四门暗存挡戒 老四这话明面上是在教育仁不安 实际上是在内涵他和老八的关系 因为仁不安是老八老九的头号马仔 手下笼络江南盐商 日日给他们上贡 可以说仁不安就是老八的钱袋子 仁不安自然明白老四的话中话 索性直接不装了 四贝勒讯会乃至公至正之理 谁一看说不对 老四一看人不安竟然敢阴阳他 觉得应该先来点狠的莉莉威 于是他把第一刀砍向了扬州之府车名 他责问车名下属田文静为什么没来 车名说这人能力不行 我把他开掉了 老四脸更黑了 因为这个田文静就是老四心中的天选之人 在来之前老四已经对田文静做了背调 此人心系百姓处事公正干练 是个难得的好官 第二更重要的是田文静在官场特立独行 从不与老八的人来往 所以无论是能力还是背景 田文静都最适合当这次赈灾项目的负责人 所以当下最重要的是要赶紧把田文静捞回来 车名解释说 民间传言田文静判官司不问有理无理 只问有钱无钱 车名是在故意误导老四 田文静是个只认钱的贪官 奈何老四功课做得足 没那么容易被忽悠 田文静判官司是有钱的输给没钱的 钱多的输给钱少的 车名急了直呼冤枉 大官如何不才 也不至于邪私报复 下官为官谨慎 贝勒爷若是不信 扬州地方的同僚都在这里 可以问问他们 特大人为官轻正 下官等都是有目共睹 老四微微一笑 直接放出大招 为官轻正 以民无法 带上来 小的该死 小的下了狗眼 不知道是钦柴大人驾到 小的该死 小的该死 特大人 在 这些女孩 你还准备送给任大人吗 人贩子一出面 车名刚立起来的清官人设就全塌了 人不安也怂了不少 立马和车名划清界限 说这事跟他没关系 他本人并不知情 车名也算是条好狗 他没突人不安下水 而是把罪都懒了下来 老四一看车名认罪 就立马隔了他的职 安排田文静上位 到这里 我们才终于看明白老四的这盘棋 微服私房 搜集黑料 打压巴野党 重用田文静 每一步都在他的计划之中 任不安没想到老四竟然下手这么狠 于是当场翻脸 要杀要我 是朝廷和皇上给你们的权利 你们做事如此鲁莽 术下官无法放赔 告辞了 站住 敢这么跟雍正甩脸似的官员 任不安是唯一一个了 但老四并不生气 只要田文静能上位 他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当晚 任不安组织言商在青楼召开紧急会议 会议强调 此次捐款 每人只能捐200两 会议指出 八爷九爷才是爸爸 吉他谁来了都只能往后站 傅商们点头 转身就把500两银票贴在了姑娘脸上 人不安以为 只要无紧钱袋子 老四就搞不到他们的钱 但他还是低估了老四的手段 为了完成筹款KPI 老四可以疯 可以狂 也可以丧心病狂 老四不光手段了得 选人的眼光也是一流 田文静上位之后 灾民的安置工作 有了质的改善 他增开了五个州长 供给灾民一日两餐 连州的稠度都有硬性要求 老十三方了 说着田文静把扬州的福利搞得这么好 那其他地方的灾民肯定抢着过来 到时候谁顶得住啊 老四笑眯眯的说 别慌 割药的就是这个效果 他连夜给田文静发密信 给他爱的鼓励 夸他差事办得不错 田文静得知自己的努力 都被领导看到 腿也不酸了 腰也不疼了 干劲也更足了 同时 老四还提醒他 盐商兜里的钱不好要 你一个人讨不到钱 不妨多叫些人去讨嘛 田文静思索片刻 瞬间就领悟了老四的思路 为了贯彻集体讨钱的战略方向 田文静想了个损招 他做了一批灯笼 上面写着 乐善好施 有求必应 让小弟们给捐款二百两的富商们 一家送了一个 还强调说 你们做了好人好事 这是政府赏赐的荣誉 一定要挂在门口 没有命令 不能拿下来哦 发完灯笼贺 田文静命人打开城门 迎接从各地有来的灾民 便告诉他们 城里门口挂着灯笼的 都是有善心的大户人家 可以进去讨饭吃 于是壮观的一幕就发生了 数万灾民涌进盐上家中 把能吃的能拿的 全部扫到了一遍 哎 这儿有灯笼 这儿有灯笼吗 老家们 这儿还有 哎 这儿还有 不主动针前 就要被动挨打 老四和田文静的这一招太狠了 人不安 急忙给老九写信告状 说老四不要脸 让灾民把我家都搬空了 老九看到后 问老八怎么办 老八淡定的说 不慌 灾民把盐商的钱都给抢了 四哥拿什么修河堤啊 又拿什么去镇灾啊 两个金钗坐镇扬州 居然发生了灾民暴乱 四哥他们的差事 不全办砸了吗 老九一听舒服了 派人回信给人不安 让他把钱袋子捂好 按兵不动 耗死老四 然而这封信 却在半道被年耕摇拦截了 老四看了信之后 不怒返校 这下又把柄了 第二天 老四在一座破庙里 大摆宴席 虽然口口声声 说是答谢宴 但官商们 都能感觉到 哪里怪怪的 老四话音刚落 老十三就下着一副 喝死你的气势 拽着人不安敬酒 人不安第一次露出了怂养 然而 这还只是热身 接着 年耕摇 架上一个人 池州之福 李干 老十三指的他一顿臭骂 说你是个什么东西 不捐钱也就算了 还不让别人捐 你为什么敢抗命 是吃了什么药 还是 有人在背后 给你撑腰了 李干被吓尿了 连忙搬出 大阿哥当挡箭牌 说钱都拿去 帮大阿哥办事了 实在是没钱 老四一听到 大阿哥的名字 赶紧抓住机会 一顿输出 说完 直接让人把李干 拖出去 大板伺候 任不安等人面面相许 他清楚 老四是在告诉所有人 搬出哪个阿哥都没用 不配合工作 一样得挨打 为了击亏 任不安的行李防线 老四故意问任不安 我这么处理对吗 任不安 连忙说错的对 老四继续下套 说你是个十大局的人 自然不会像他一样 做出丢主子脸的事 是吗 任不安一惊 只能说是 老四接着问 灾情这么严重 九弟也应该很着急啊 他没写信 跟你说要捐款吗 任不安拍马屁说 捐款是杯子应该做的事 就是九爷不来信 我也会捐的 接着老四让老十三 把老九的信 拿给任不安 还没等任不安看清楚 老十三就把信 抢回去问 你看清楚了吗 任不安明白 老十三是在威胁他 这封信 就是他和老九 勾结的证据 当下他别无选择 只能答应 然而还没等他开口 老十三便抢先报了个数 好 任捐二十万两 任不安蒙蔽了 这他妈不就是抢钱吗 老十三继续威胁 那好 那我就把这封信 带回京去 交给皇上 也让皇上知道 九爷的一片苦心 任不安一听立马怂了 资源带头捐款二十万两 就这样 老四成功搞到两百万赈灾款 项目圆满完成 回京前 老四还特意点名 表扬任不安 尤其是 任不安 任大人 己灾民之所及 有朝廷之所忧 慷慨解囊 率先捐款 事数难能可贵啊 杀人诛心这招 属实被他玩明白了 另外 他又把车名官复原职 把田文静撤了下来 虽然非常窒息 有非常之法 但擅自任免官员 确实是跃全了 老四自然不会留下这种把柄 至于田文静 这么好用的人 老四肯定不会丢 于是 他把田文静也带回了京 为了完成对年庚瑶的许怒 老四刻意让年庚瑶提前返京 向康熙汇报战果 康熙一开心 就赏赐年庚瑶留京任职 同时 宣布加封老四为郡王 老八一听 脸上一阵酸涩 康熙说 我知道你们有些人心里会不爽 没关系 还有机会 这几天 真掉来户部的案卷看了 国库亏空 净达一千二百万两白银 这笔钱哪儿去了 竟是让大大小小的官员们给借去了 弄得泱泱中华大国 一次大水就拿不出钱来 为了填上这个窟窿 康熙列了一个老赖名单 他说 谁能把这些钱追回来 就加封是一位亲王 虽然太子自己就是老赖之一 但他显然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 转身就爬上了小妈的床 然而 他的小弟们都急哭了 把他从床上拽了下来 太子出来后 骂骂咧咧 我借的银子我还 你们招什么急啊 小弟说 大哥 您可是欠款大户 如果讨债的事被老爸接了 你觉得他能放过您吗 迟钝的太子 这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小弟继续提醒他 如果这事被我们自己人接了 那就好办了 只是讨债这活 你不好干呐 太子一听来灵感了 他得罪人最有经验 哦不 他最能办事 另一边 老九和老十 也在劝老八拿下这个活 因为老十自己就是老赖之一 如果有八哥坐镇 那自己走后门就方便了 同时 这也是所有老赖的共同心愿 八个人暖心善 如果老八负责讨债 那他们就还有喘息的空间 一旦这个事 落到冷面王老四的手里 他们就算不死 也得掉层皮 而老九的想法则更为直接 总不能眼睁睁睁 看着这个亲王 又让太子的人给抢了去 老八自己则一脸淡定 其实心里早有了主意 他故意问老十四 这差事能接不 老十四说 这一千多万两银子 牵扯到上上下下那么多人 一下子能追回 就算是追回来了 还不把人都得罪了 这个亲王妇当也好 老八听完连忙附和 有理 这个差事我不接 你们也不要接 那么谁最适合这个脏活呢 老八和太子达成前所未有的默契 老四 老八为了把锅甩得更远 第二天 把辞职信递给了康熙 说国库亏空 都是因为自己监管不利 所以要引救辞职 同时 他举荐老四去掌管户部 康熙问太子什么看法 太子说 老四办事靠谱指定能行 康熙又问其他阿哥意见 大家都一致同意 老四出任首席讨债官 这下老赖们都慌了 于是组团向老八求救 这其中就包括康熙的老战友魏东廷 然而 老八却一言不发 老九站出来出主意说 让魏东廷带头组个局 打着接风的名义 巴结下老四 只要关系处得好 老四就没办法撕破脸要钱了 第二天 长安门码头热闹非凡 用一句话形容他就是 那真是 骆驳喧天 扁炮其名 同其遭斩 严斩严斩 正在英雄老四 走着走着 突然停下了脚步 因为他发现不对劲 现在揍的这个月 是用皇上御用的BG案 过光如此 迎接的阵仗也不对 龙旗多了四面 宫灯多了三盏 这都是接待皇上的规格 但凡老四今天飘一些 忽略了这些细节 这日后就成了他的黑料和把柄了 还没到 就下了套再等了 老四站在原地不动 让他们改了音乐 撤了多余的龙旗和宫灯 这才继续往前走 刚走到门口 老四就被众人推到了C位 每个人都笑眉眉的看着他 在回来之前 老四已经听说了国库讨债的事 这帮人出现在这里的墓地 老四一清二楚 他知道 摆在眼前的不是接风范 而是鸿门宴 果不其然 凳子还没坐热 老大就上来劝酒 这第一杯酒啊 我们同喝四阿哥 晋升郡王 来 干 老四说打面 郡王的职称是皇上疯的 我还没见到皇上 这酒我不敢喝 老四的不给面子 让空气瞬间安静 老十三赶紧出来打圆场 说我没升官 大家可以敬我 气氛刚一缓和 老八又跳出来说 老四又一个打面 说我所到之处灾民受难 惨不忍睹 我现在一口酒都喝不下去 你不是八贤王吗 怎么这都不懂 老八脸一沉 转身灰溜溜的走了 接着老十四又冲上来说 四哥 你我一母所生 你可知道 你在外面这几个月 额娘是如何挂念了 让我们哥俩 祝他老人家安好吧 四哥 老四借力打力 说既然是敬咱妈 拿着酒 就回咱妈那儿再喝吧 接连三波公事 都被老四化解 老实急了 道德绑架说 四哥 我也不说那么多废话了 冲着这么多的兄弟 和这么多的朝廷命官 为你接风 你却敌酒不沾 你这不是拿着冷屁股 对着人家的热面孔吗 我敬你一杯酒 如果你认我这个兄弟 就喝了他 老四被逼到这地步 也不想装了 直接说 黄阿板的意思 你们也都知道了 想派我追逼 户不欠款的差事 这个差事 我现在还没有接 是因为上上下下 牵扯到太多的人 追及了 爱着手足同僚的情面 倘若你们大家都能够自觉地 把欠款还了 我今天就是喝得烂醉如泥 我心甘情愿 怎么样 说罢 拿起酒杯 敬了回去 结果 没一个人敢接老四这杯酒 既然你们都不喝 那就是瞧不起我印针 而不是我印针 瞧不起诸位了 是非了 以其人之道 还其一人之身 众人被噎得说不出话 其的老实 只能先桌子大饭 进攻路上 太监总管李德权 对老四说 皇上知道你们没吃饭 特意让御膳房 给你们做了好吃的 老四很诧异 刚刚门口发生的事 皇上都知道了 李德权笑了一下说 什么事能瞒得了皇上啊 皇上特意叮嘱 说你们辛苦了 吃完饭 先回家休息 明天再过来汇报工作 简台词是 老爷子对你刚刚的表现 很满意 虽然老四知道老爹 想让自己去追债 但他心里还没有数 于是他找到背后的男人 乌思道 要说这乌思道也是个神人 年轻时 连续几十次考全是第一 偏偏科举考了个倒数第一 一查才发现 考官是收了钱 在成绩上动了手脚 于是他剧中闹事 想曝光贪官 结果被捕入狱 在狱中落了个残疾 所以此时的乌思道 就是身上有暗底 腿上有残疾的中年人 不过难得的是老四对他尊敬有加 不仅请他来家做家教 还亲自带着孩子来拜访 又安排了年庚瑶的妹妹 做他的女佣 老四的尊重 让乌思道热泪盈眶 两人小酒一喝 朋友算是交上了 关系到位 乌思道也要开始干活了 乌思道在雍正王朝中 那是神一般的存在 他聪明至极 料事如神 有他一人 能抵千军万马 这是乌思道给雍正上的第一课 他说 讨债是门技术活 尤其是你要面对的老赖数量还不小 所以我们要先给他们做个用户分层 针对不同群体定制相应的策略 我们从借款目的这个维度出发 可以将老赖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不得已而借钱 多是低品级的官员 他们工资低 不够日常开销 如果不借就要过苦日子 但谁当官是奔着受苦去的 对吧 这类人往往不坏 他们借国库的钱 说明他们为官青年 没有贪污渠道 第二类是关系户 这类人少 但最难对付 他们往往有资历 有功劳 但有爱讲究排场 爱百阔 所以借的钱最多 对于这种有功在身的老赖 如果要抄家 你都下不去手 第三类最可恶 他们是纯贪 只要能捞到钱 就是把金鸾店拆了 他们也不心疼 一见别人借钱 他们也要跟着借 又因为前面两类人的债 难追回来 所以他们也跟着摆烂 有钱也不还 法不责重嘛 老四越听越头大 寻思着这事是不能接了 然而 无私道却说 言下之意就是 只要你接了 你就能在皇上心里脱颖而出 这样的好处是什么呢 就不需要我明说了吧 老四意识到再往下聊就不能播了 于是假装打哈欠 结束了聊天 第二天 老四面见了自己的老爹康熙 康熙闲时对老四的赈灾工作 做出了充分肯定 接着就开始卖惨哭穷 都说是康熙省市 天下太平 可各省报上来的土地 一年年减少 税收也一年年递减 而京城里头的官呢 弄得不到国库去借债的 反倒成了不合时宜 康熙的话跟无私道预测的一模一样 上过课的老四立马回话说 儿臣愿意办理追逼欠款的差事 只要对朝廷有利 对我大清的江山设计有利 儿臣大不了做个孤臣就是了 好 有个做孤臣的心思 就没有办不好的事 这是两个孤独灵魂的第一次碰撞 康熙看着老四一脸激动 老四前脚刚出门 太子后脚就蹦出来邀功说 小老弟 你这差事可是我向黄阿玛举荐的 有问题尽管说 我照着你 然而太子嘴上刚表示知识 手上就立马递上一份名单 我这儿还有几个人的名单 这几个人借的钱 你给他们缓一缓 说完潇洒离去 不给老四拒绝的机会 作为大兴第一钢铁直男 老四压根就没有认真琢磨 无辞道的话 什么分群体定策略 他要的就是一个快一个狠 老四要求所有老赖在十天之内还清欠款 不然就抄家 并且他要拉上了比他还值的田文静 两人分工合作 老四追自家兄弟的债 田文静则负责文武百官的债 虽然老四放了狠话 其有康熙在背后撑腰 但真干起来才知道这钱有多难要 老四第一个找上了老十 劝他赶紧把债还了替老爹分忧 老十黑黑一笑说 我借银子盖戏楼 正是非得给皇阿玛分忧呢 下个月十一 是我二十五岁生日 说好了 借皇阿玛来玩一天 这戏楼啊 就是为了皇阿玛看戏才盖的 别的不说 老十的二十五岁 属实是长得有点着急 老四无语透了 一个真是咱爹的好大儿啊 你真有点孝心的话 就带个好头 把欠国库的银子还了 这国库的钱不就是花我们的钱吗 你几时见过 儿子花老子的钱还要还的 老四惊呆了 从未欠过有如此 浩颜无耻之恩 他问老十 你这些歪理都跟谁学的 你的书都白读了吗 老十自豪的说 我打从小就不会念书 可阿玛中念书念的好的 还不是照样欠的国库的钱 四哥 你可别老盯着我好不好 老十读书不行 但脑子不奔 这是在转移活力拖三阿哥下水 老三是康熙所有儿子中学问最高的 他也确实欠了三十万 只是他的钱没乱花 而都是用来编撰有关 失死运缴的书籍了 老四拿起一本书说 不是我泼你冷水啊 三哥 借国债助运书 恐怕有国际民生避意不大 老四这话 一下就刺激到了文人 那敏感的自尊心 好吧 既然你这么说了 我把书停了 把人都遣散 凑钱还债 让你交差就是了 老四工作难做 田文庆那边就更难了 康熙的好机友魏东庭 直接请假不露面 另一个老臣陈文胜 直接矿工 叫人把自己欠的一两银子 甩给田文庆 这一块钱 伤害性不大 但侮辱性极强 田文庆也不是好惹的 直接叫人 把两个老头端了过来 陈文胜一老卖老 上来就问田文庆 高考考了多少分 田文庆一愣 说考的一般呐 陈文胜抬起自己高贵的头 显摆说 我是康熙三年 第一甲 第一名状元基地 是天子门生 你一个奸生出身的人 小人得志 便飞扬跋扈 目中无人 竟敢叫顺天府的差异 来传我 雍王爷在哪里 我要和雍王爷调话 别别别 按理说 陈文胜就欠了一两银子 原本问题不大 可偏偏这老头的一番嘲讽 把田文庆激怒了 他决定 以其人之道 还其人之身 既然你搬出皇上 那么就拿皇上压你 请圣旨 陈文胜 你是状元也好 阁老也好 你看看 圣旨就供在堂上 我现在是带皇上问话 你要据实回答 陈文胜 见到圣旨立马怂了 是 田文庆在气势上 占了优势 就开始疯狂输出 你上的堂来 依老卖老 鞋鸟不逊 无非因为 你只欠了国库一两银子 举手可还 有恃无恐 但依我看来 你这借一两银子的人 且用心比借那百两千两万两的还要可避 你是看同僚们都在国库借银 怕众人说你不合流 甲青膏 可你又不敢多借 怕朝廷有朝一日追查起来 损了你状元的名头 于是你就只借了一两银子 一不自外与同僚 又不怕朝廷追杀 于是你就心安理得 做你那既无真才实学 也可不干实事的官 享受你那一篇八股文 挣来的富贵荣华 Double Kill 你这般不尊德话 只图虚名用尽心机 示威素餐的假道学 这小人 还有什么脸面 在这里开口磕甲 闭口状元的喋喋不休 Double Kill 这是你的一两银子 我收下 回家去 再好好读读四书五经 来 站 送陈大人回去读书 陈文胜被田文静骂得 血压飙升 一旁的魏东庭 看到田文静如此厉害 吓得直哆嗦 赶紧认怂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呢 田大人 你也不必问我 为什么借的钱 我欠户部的 三十五万两银子 我想办法还就是了 田文静 这是雍正王朝中 最经典的名场面 田文静为了讨债 把两个老臣当众羞辱了一番 门外的老赖 恨田文静 恨得咬牙切齿 他们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到了年轻的武将身上 传精灵副将马不成 袁顺天赋引龙克多上堂回话 国长 小肚子呀 咱们可是刀枪里滚出来的 咱可别丢肆啊 在众人的怂恿下 龙克多迈着六心不认的步伐 准备进去干架 不过每一走几步 就被马国长抢了戏 他 田文静 我操你吗 你他妈一个奸绳出阵 被革了职的七品棍 凭什么在这药阳卫啊 老子告诉你 有钱 没有 有命啊 老子那条命 跟着皇上 已经死过好几回了 马国长的生猛 让在场的老赖纷纷叫嚎 然而 帅不过三秒 老四一出场 他就怂了 亮伤疤 摆弓了 好啊 你亮吧 把你的伤疤 全亮出来 亮啊 来啊 把他的官府扒了 让他亮个够 这样啊 老四的铁面无情 让大哥很不爽 马国长是他的人 这个老四 竟然当众羞辱大哥的人 这不就是打我脸吗 下属趁机挑拨说 太子也欠了五十万呢 四阿哥怎么不追究他呀 阿哥懵了 护博的账单上 怎么没有他的名字 大爷 您太忠厚了 太子借款 你想 他能亲自出面吗 大哥一阵惊喜 终于拿到了这孙子的把柄 但下一秒 他突然觉得哪里不对 这消息 从哪听来的 是八爷的人透露给我的 大哥恍然大悟 好老爸 明知道我和太子不合 绕着弯子 把这个消息透露给我 好让我和太子去绞杀 他在岸上看帆船 大哥自然不上当 解刀杀人 谁还不会了 于是他把消息 透露给了工具人 魏东平 田大人 同样是欠了库款 为什么对我们 逼得这样紧 有些人 你连问都不问呢 魏大人 谁的欠款没问 黄体人 和萧国兴的欠款 你为什么不问呢 田文静一脸懵 名单上没有啊 下属尴尬解释 萧国兴跟黄体人 都是太子的人 他们一共借了五十万 但由于某些不可抗力 他俩人没上黑名单 田文静也不在乎 谁是不可抗力 立马就要问罪 萧黄二人 这下太子不乐意了 好啊老四 真有你的啊 当面答应我 背后叫人给我使绊子 你究竟怀的什么心呢你 老四听了很委屈 田文静 把黄体人 萧国兴叫去问话的事 我不清楚 也没法跟您说 但是有句话 我得说清楚了 我验证的为人 您是知道的 从来都是按照 朝廷的章法办事 这次我昧着良心 把你的几个人 从明干上抹了去 为什么 不就是为了 维护您这个太子吗 既然有人把 黄体人 萧国兴捅了出来 那 他们就得还债 看到老四认真了 太子倒先怂了 连忙找黄体人 想对策 黄体人要钱没有 出搜主意倒是一大堆 他提议 让太子卖官还债 一个是四川延插道的缺 有人怨出十五万银子 还有河南部政室的缺 也有人怨出十五万银子 再有几个不大不小的缺 都有人怨出五万银子 这几个缺 如果都落实了 一共可以收到 五十万两银子 为了让太子放心 黄体人还打包票说 这些人姿势绝对没有问题 就这样 太子轻轻松松 就把钱还上了 然而 魏东廷就没这么幸运了 为了还债 他把命都搭了进去 魏东廷这个角色的原型 就是曹雪芹的祖父曹尹 他十六岁入宫 成为康熙御前侍卫 是和康熙从小一起长大的发小 康熙四四难寻 都住在他们家 魏东廷为了招待康熙 前前后后花了数百万 生生把家底掏空了 这才去国库借钱 成了老赖 魏东廷作为康熙的心腹 自然是爱惜自己的羽毛 自打要还钱的消息放出来 他就积极响应政策 借钱还债 为了还债 他不惜低声下气 找老九借钱 然而 老九却踢皮球 让他找老十三 老十三这人是侠义心肠 一听长辈有难处 便要替魏东廷向老四求行 然而 老四这个大直男却闭门不见 还警告他 不要替人走后门 老十三没想到 老四连他的面子都不给 脸上有点挂不住 出于愧疚 他把值钱的东西 都拿出来给了魏东廷 不过这些东西 最多只值六万 魏东廷一听很绝望 他的坑太大了 这些钱不过是杯水车薪 他不想拖累老十三 更不想让皇上难堪 便使出了自己的绝招 写遗书上吊自杀了 魏东廷的死 让所有人都震惊了 他跟康熙有过命的交情 再怎样 康熙都不会对他下狠手 正因为如此 老赖们才一直把魏东廷 推在前面挡枪 可魏东廷 为什么宁愿死 都不向康熙求助呢 因为他太了解康熙了 老四代表的就是康熙的意志 他既然铁了心要钱 又怎么会轻易开这个口子 他只有以死谢罪 才不会给别人留话饼 只有死 才能让康熙心里有愧 这样就不会殃及后人 欠钱的事 自然也就一笔勾销了 康熙看着魏东廷的遗书 眼眶通红 开始疯狂自责 都说是因为自己 才让他走到了这一步 张廷玉赶紧安慰道 魏东廷 手温深重 借皇上南巡之幸 略尽孝心 也是天理人情之所知 总怪他不善持架 才落下这本亏空 为了弥补老机友 康熙自讨腰包 把魏东廷欠的钱还了 还额外给了魏家人 五万块补贴 金斋讨债 竟然逼死老陈 魏东廷的死 成了老赖们 攻击田温镜的武器 在葬礼上 一群老赖 打着奔舱的名号 来煽风点火 眼泪没流几滴 反倒光围着田温镜撒泼 无非是要我们 这些老的都死了 你们才好出头 是不是 那好 反正要钱没有 要命有一条 对 要钱没有 要命有一条 连魏东廷的儿子 也跳出来火上浇油 说要找老四给个说法 我父亲是让田温镜逼死的 各位大爷 一定要替我做主啊 然而老四一出现 他们全怂了 老四来到魏东廷临前 对着魏东廷的败家子 就是一顿输出 你当你老爷子的死 跟你无关吗 告诉你 要不是你们这些不孝之子 肆意挥霍 花点酒地 你老爷子会欠那么多债吗 这个三十不到的人 娶了四房七妾 还要在外面喝花酒 养妓女 你当我不知道 元阳楼那个叫桂花的妓女 花了你多少银子 上个月为了给你 第四房小妾打戒指 你又偷着花了五千两银子 如果说有谁逼死了魏大人 这个人不是别人 就是你这个不孝之子 还有你的和服 穿金带银的小姐太太们 接着老四又把枪口转向老赖 说 你们是有功劳 但朝廷也没亏待你们 你们在这个位置上 吃了多少回扣 自己心里没点数吗 有些人为了逃税 一口气买下两千亩地 你以为我不知道吗 你们的狗命 我不稀罕要 但是钱一分都不能给我少 过几日 就是第十天的限期 我在户部等着你们 如果不把库款还清 我还是那句话 吵架 老四的话 削灭了老赖们 最后的一丝希望 他们纷纷躺地撒泼 老哥你等等 兄弟们随你去算了 离还款的截止日期 还有三天 但还有七成的老赖 没还钱 史上最刚催债人老四 只能带着队伍挨家挨户 讨债 强行完成KPI 然而 没想到自己的好弟弟 又在这时给他使绊子 老四带领一帮老赖 穿得破破烂烂 在京城最热闹的地方 摆摊变卖家产 故意卖残 给皇室丢人 借此来表达 对老四的不满 老四收到消息后 联盟派田文静去阻止 田文静这个愣头青 上去就是一顿狂怼 你们这是摆明和朝廷对着干嘛 快把东西收拾了 抬回去 他们说 你答应不吹我们的债了 请国库的钱一文也不能少 这些东西一件也不宜卖 来 快把这些摊子撕了 老赖们看田文静如此强势 便拉老师出来挡枪 老师就着田文静的领子 一顿羞辱 朝廷的体面 让你这尖刻的家伙 扫尽了 说完还让下人 用鞭子当街抽打田文静 老赖们看田文静被揍 开心得不得了 老师一脸威风 殊不知自己已经惹下了大祸 此时 双伤在线的年羹瑶登场了 我们来看一下 他是怎么来处理问题的 第一步 他先让手下把围观群众轰走 避免事态进一步扩大 第二步 他让李卫去通知老八过来领人 第三步 下马后先给老师请安 给足老师面子 师爷 然后警告鞭打田文静的下人 你们真要给师爷热些大祸吧 你当街责打朝廷命官 不要人了 短短两句话 既提醒了老师事情的严重性 又把惹事的锅 甩到了下人身上 帮老师开脱 然而情商感人的老师 盖得不到年羹瑶的好意 竟然抢过鞭子亲自上 年羹瑶立马挡在田文静身前 替他挨鞭子 一切了动作 直接把格局拉倒 最后 还是老八和老十三及时赶到 才结束了这场闹剧 眼看老师卖惨失败 老赖们决定另寻出路 直接组队找康熙哭穷 康熙看这帮人想打感情牌 便微微一笑 打发走了李德权 让众大臣洗礼而坐 开始洗脑 而不 开始谈心 康熙的潜台词是 一旦造反 你们又哪有安生日子过 言下之意 就是你们不是在还钱 是在拿钱消灾 我不是在逼债 我是在守护你们的未来 不得不说 江还是老的了 几句话就让大臣们反省痛哭 都是奴才不好 给皇上做难了 皇上 你别说了 都是奴才们不成器 奴才 最该万事 眼看谈心 效果不错 康熙又来了招 以退为进 这也不能全怪你们 连朕的儿子 也不能体谅朕的苦衷了 虽然嘴上埋怨的是自己儿子 但康熙其实还是在点各位大臣 你们如果再不掏钱 就是不体谅我 大臣们既愧疚又自责 康熙一看目的达到 就再次打出格局牌 老板拿私房钱帮下属填坑 这么重的安情 把一帮官员感动得稀里哗啦 小致一情动之一理 软硬兼施 进退有度 康熙说话的水平 有着老四永远都无法企及的高度 老赖们为还债搞得鸡飞狗跳 太子那边却风平浪静 老爸纳闷了 太子欠了那么多钱 怎么一下子就脱身了 下属提示说 因为太子有官位可以卖 老爸一听眼前亮了 他连忙让人搜集太子卖官的黑料 联合大哥把证据递到了康熙手里 康熙气得血压飙升 立马要召见太子 太子匆忙整理衣服 估计又是刚从小妈的温柔箱里出来 康熙没有直接发飙 而是旁敲侧击地说 康熙是在讽刺太子卖官还债 而太子显然没理解康熙的意思 他以为老爹是在吐槽老四办事不力 便开始直接拉财 康熙想刀一个人的眼神是藏不住的 当初推荐老四的是他 现在第一个责怪老四的也是他 就这格局还怎么当皇上 康熙无语透了 打发太子走人 太子以为自己逃过一劫 战战自喜 但此时的康熙已经蒙发了废太子的想法 这是雍正最绝望的时刻 KPI完成无望 老四准备引咎辞职 在辞职之前 他还苦口婆心地给老赖们讲道理 希望他们为了国际民生把钱还了 马国成都听笑了 老四看到理讲不通 又开始求情 求他们能还多少还多少 这卑微的语气早已经没有了当初的霸气 几个有良知的官员开始掏钱 然而老四还没来得及感动 太子就突然跳出来了 妈 他们的钱一文钱也不能收 为什么 不为什么 我说不能收就不能收 这件事情本来我是不管的 这么一件简单的差事 朝廷派了一位郡王 应该是完全能够办得好的 可事情发展到了这个地步 我就不得不管了 堂堂康熙盛世 弄得朝廷一半的官员 上调的上调 卖家当的卖家当 还想什么话吗 老四一听人都傻了 我是你的人哪 你怎么能当众踩我 踩完老四 太子开始当好人了 当然了 欠国库的钱 还是要还的 但还 也得有个还法 我的意思 以两年为期 第一年还一半 第二年再还一半 好 老赖们一听纷纷叫好 老四却红了眼眶 自己冲在前面 把人都得罪完了 最后却被领导用几句场面话 窃取了项目成果 你今高 你伟案 就他老四是坏蛋 这就是自己 一直支持的好哥哥呀 此时的老四 孤独的让人心疼 太子的自作主张 让康熙很无语 原本是今天 就能收回的钱 你小子装好人 给我拖长到两年 两年 朕还能说什么呢 第四文太子 康熙第二个批评的是老十 每年一万八千两赠银 朕还伺得你一片庄子 钱怎么不够用 居然不顾朝廷体面 到大街上去卖家当 还当街鞭打朝廷命官 你从小在南书房读的书 到哪儿去了 老十再次拉财老三 康熙气得发抖 然后康熙转身问大哥 你接着宗人府的差事 你说该怎么处置这个奴才 把自己儿子称为奴才 康熙也是真狠 大哥想为老十求饶 却被康熙打住 不行 文静宗人府 全静半年 见自己兄弟被罚 老九气不过 说老十固然有错 但田文静也脱不了干系 您要一视同仁 一起罚 其他老赖纷纷应和 康熙也丝毫不袒护 为了一两银子 挖心刺骨 百般羞辱斯文 隔去田文静 户部贺察处的差事 到陕西 以支线阵职 现三日离京 老四刚想为田文静辩驳 但康熙却不给老四张嘴的机会 老四此时还不理解康熙的用心 田文静是个好官 但他情商太低 树敌太多 留在京城 怕是有杀身之祸 还不如到地方任职 为日后保存实力 田文静一被罚 老赖们开始拍马屁说 圣上以仁德之天下 以树道教化臣子 微臣等不胜轻浮 结果康熙怜一黑 问他们还钱了没有 他们说正在想办法筹钱 康熙听完气炸了 老四听完立马领罪 说自己居然漏了这么多重要信息 该罚 康熙不给老四面子 你这人一向以精明自诩 这一次呢 该查的 该追的 都查了吗 有些可以缓一缓的 你却不能量情多事 弄得不该死的死了 该办的 那有去办 其实 吴思道早就给老四分析过 欠款人员的用户画像 有些人是真雄 有些人是真贪 应该用不同的策略分类处理 然而老四却没听进去 导致执行的时候 抓错了重点 逼死了真雄的 放过了真贪的 所以他自行隔去自己 郡王头衔 但康熙是真想处罚老四吗 袁华的老八 立马跳出来 为老四求情 康熙也是有台阶救下 问太子的意思 太子迟疑了几秒 这几秒的迟疑 就好像一把刀插进了老四心口 最后才说 俺也一样 太子这一次算是蒙对题了 康熙确实没想罚老四 在他眼里 办错事不可怕 怕的是没人愿意揽事 所以他只罚了老四 一年的工资意思一下 但这还没完 接下来 老八来了招更骚的操作 他说 年耕尧这次讨债事件中表现突出 建议给他升职去四川当官 年耕尧一听喜不自胜 而老四却气得咬鸡颤斗 年耕尧是他的人 老八摆明了是在收买人心 他前脚才失去了田文静 如果再失去年耕尧 就等于没有了左膀右臂 老八这招是真狠 但康熙却一口答应了 至此 追款项目告一段落 老八成了此次事件的最大赢家 而老四则成了实时赞赛的大冤种 哦不 孤沉 孤沉